你好Rex 大家好 來到兩點 港股其實就是爭了一萬九點 不是一萬九點 五十點左右的水平 其實市況都 其實早上開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預計今天會開紅坐下去 很快地就回覆覆覆 上來 百幾點的星波 又縮 又倒跌 現在又轉燈 變回綠燈 剛剛看回法興的一些 衙紅症的重貨區分佈 其實看到恆子的紅症 其實重貨區都集中在175 但是牛症的重貨區其實就是163 其實反映是否現在大家都 可能觀望上行的空間比較多些衝勁呢 不敢跟大家說 但我自己就會比較傾向看好一點 我想我會 剛才有看一看 明天有M2數字 M2數字是講之前的 但是接下來會看著會不會真的 因為之前有傳過 可能會有 內地可能會有放水的情況 現在當然我們看到有事實出來的時候 就自然會知道 現在還未能夠證實 但是會密切看著 如果真的走這個方向的話 我會比較傾向看好一些 中短線 長線就會再算 就是炒了短線 所以變成現在來說 我就會比較傾向不用 沒有這麼積極去開淡倉 特別是和指數相關的 就覺得你被人夾的機會大 所以變成我會比較小心 我想大家 如果好像剛才聽你這樣說 比如在發生卿那裡 看到那個牛重貨區 就會變成淡倉的重貨區 可能都會去到175 但是牛仔他可能就163 已經是 就是大家覺得都不是那麼容易 會會會 沒有那麼快 比如好像這幾天 我們看到其實164、165都支持力都挺強 所以我想都是合理的一個想法 跟我自己的都是差不多 不過我就不會特別看指數很淡 所以變成我自己的區間 自己標示出來 應該是164至165至169 165至169這樣 其實暫時都是沒有 如果沒有特別消息的時候 可能都是有三幾百點上上下下 其實今早也是叫做試試 就是找一隻牛仔試試 其實都是叫做參與一下 純粹 不是說真的有一個很長線的看法 都是想要即日 變成就會有這些 那你們怎麼看 其實我始終 可能在大陸上 都是一定 有些股票還在持續 其實我都希望我的股市其實是向好的 所以我也知道其實市場氣氛 其實很矛盾的 因為你很多因素影響著 其實你都 淡風都依然不斷 不斷在那裡吹緊 那你又要看過 看那些美國加息的環境 會是怎樣 到底減不減 什麼時候減 就是 但我覺得偏向其實港股是需要 就是怎樣 是時候再上一上 但我覺得未至之前 可能去年下半年那些 那麼悲觀 就是大部分大家都在討論 什麼時候向下 去到什麼位置 是的 是 是 是 收到 收到 聽到 是 看看有沒有什麼牛 如果剛才說起 如果我是不是 買牛仔 其實如果做淡 偏向樂觀一些 其實拿164 都可以的 都很穩陣 不是164 還是太遠了 164我記得其實都可以的 是的 如果你坐得住來看的話 不是說買了之後就走去那些 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是的 那你看看這隻 試試看這隻 我沒怕 54403 是的 剛才數據顯示 其實這隻 都挺活躍的 是的 還有一對 如果你說即時炒 譬如今早 如果真的新手好 其實兩邊都做到 嘩 真的 很大的心理 很強壯的心理 才行 我自己就不行 我就決定做一邊 那我就做一邊 但就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你要說去到哪裏 只要吃了 譬如像這樣 去到168 我覺得其實都 我覺得未必有力 但它都再衝高多 好像高位 還有八九十點 最少 好像是一七幾 都見過 今天好像 是的 如果你給了一隻熊仔 其實熊仔 看回這個發音 這個牛熊快手 很有趣 它在17028 17048 17068 牛仔都有人去留言 大家都覺得 拼他可能是 拼穿一下 升穿17000 然後就可能上去幾級 有機會就會直接下來了 他們就可能想拼回一個 可能好一點的槓桿 或者是倍數的上去 算了 不要了 不要那麼激 我們各自邊向好一點 那我把一隻軟一點的 17228 17228 63775 對不起 6 3775 6 3 3 好 3 775 好 是的 就17228 5 收回的 因為都是 看得市會好一點 距離 拼遠一點 是的 軟細一點 如果其實 剛才你說的市況 其實有機會 但是譬如 即不是有機會 我個人主觀上 其實很多傾向 其實我覺得它會上去 如果覺得會是甚麼辦法來帶動它 就是你汽車股其實有很多因素困擾著它 雖然近期有小米的新車出現 但是大家都覺得市場在轉型中 有很多競爭敗化 是 大家都看不定到底這個白銀法 其實可不可以帶領股市動 或者怎樣 那科技股其實都是麻煩的 那你 即是有很多 即是有很多 即是有轉型中 或者是 阿里巴巴的一些 股價不振 其實 你會看 你會看甚麼辦法 其實會覺得未來可能帶 即是 依然好一點 比如你說 可能要喊東西 會有多些注資 在大市裏面 那是否看來銀呢 或者其他 其實我在想 跟A股那個相關性比較大些的股份 那如果假設真的說 會有一個比較利好的貨幣政策 那它可能是內銀 內險 甚至是 即可能大家比較 以前比較少看 即可能甚至中央那類型 都會回去 都是會強的 即是有中置的那些 那就會變成是 其實是 那些大動的機會 可能還會大些 因為其實 你看回其實騰訊 或者是3690那些 或者甚至阿里巴巴那些 其實它不是太等錢花的 即是你給錢 它沒有太大的幫助 它都 講資金 它買回還很充足 所以可能是 如果是在貨幣上 有一個利好的話 就可能那些會上來會上得快 我其實一直都還在想 不是很有一個結論 但是如果真的向這個方向走 那股市會有一個很厲害的勝負 如果在以往很多地方出現過 當然在之後會出現其他的問題 但是那些到時才會再算 但是在前面那段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現象 即是在看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好啊 好啊 不過大家留意一下 剛才阿Rex說的那些事情 即未來可能版本方面 多些網絡有些中字頭的事情 好 不過時間差不多 多謝阿Rex你的時間 我們下一節再見 很久沒有跟你談 有機會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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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嘉賓為證監會持牌人士 代表法國興業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以上資料及其內容 由法國興業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括弧法興提供近攻參考 並不構成邀約、招攬或邀請、宣傳 又使任何不論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交易的任何建議或推薦 結構性產品並無抵押品 如法行人或擔保人無力常債或違約 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部分或全部應收款項 結構性產品價格可升可跌 投資者有機會損失全部投資 過往表現並不如是未來表現 牛熊證設有強制收回特點 若相關資產價格或水平 再到期前觸及收回計劃水平 牛熊證會即時被強制性收回 在此情況下 N類牛熊證投資者會損失於牛熊證之全部投資 而R類牛熊證之剩餘價值可能為零 投資前請充分理解產品風險 並諮詢專業顧問 發興及劃其聯屬公司為本節目所提供 及結構性產品之流通量提供者及劃發行商 發興可能為唯一在交易所為結構性產品提供買賣報價的一方 各下已經詳細閱讀再有結構性產品條件 暫且留念 成員